朋友聊世紀 天天有個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斯拉夫人對上波波人 這場比賽是 神愛邪的阿拉伯比賽 那現在比賽呢 來到了Hera對上Hart 兩位都是世界上頂尖高手 那這邊我是比較 支持Hera的 但是Hart其實我也很喜歡 所以現在這場比賽 是我很期待的一場波爆比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12點鐘方向的斯拉夫人 那斯拉夫人的特色呢 是他步兵非常強大 擁有精冠技術 王家侍從 步兵可以造成範圍傷害 而且是真實傷害 非常痛 那他的騎兵路線呢 是也OK的 有大洛馬可以用 但是沒有遊俠 但是他有這個寶兵單位 貴族鐵鞋 近戰防禦非常的高 那他的馬攻路線呢 雖然有重裝馬攻 但是沒有三級射 所以大部分的情況 那斯拉夫人還是只會使用戰毛兵 作為輔助 對抗對方的強怒 那他的主力呢 還是要靠工程器跟騎兵 步兵路線 那工程器的造價也是非常便宜的 折扣非常多 森鋁部分呢也算是蠻型的 雖然沒有異端斜 但是有天生的移動速度加20% 所以斯拉夫人的森鋁移動速度 是有信念最快的文明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大約出生點位4點鐘方向的 藍色玩家 Hero Hero 這邊是選擇了伯伯仁 伯伯仁是一個海路混合圖 都非常強大的文明 他的船艦移動速度 可以提升移動速度 村民也可以增加移動速度 他的 他的騎兵路線呢 算是三攻三防 都是全滿狀態 但是一樣沒有遊俠 但是還有重裝駱駝 那他的駱駝呢 還可以點下金罐 馬格里布駱駝 可以讓他的駱駝公兵 跟駱駝自動回血 讓他駱駝公兵 可以快速成型起來 不太容易死去 而且後期駱駝公兵成型 基本上是無人可擋的 除非對方出一堆大頭車 或者是 重衝 或者是 弩炮之類的 才比較好解掉 那斯拉夫人呢 這一邊要打伯伯仁 可能會比較痛苦一點 那伯伯仁 基本上也是全能型的文明 他連這個步兵見面 也是也能打 但是槍兵路線 也只有重裝長槍兵 然後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兩邊的文明打法 看下來 HERA這邊的黃金礦還不錯 果子也不錯 開局是一個 蠻舒服的開局 右邊這邊稍微圍一下 圍死的話 然後這邊拉過來 小圍一下 這邊果子往上連 小圍一下 就能搞定了 整體來說 圍起來是比較輕鬆一點的 只是右邊這邊要圍起來的話 肯定要稍微注意一點 那只用TC連防 還算是可以圍狀態 看一下HART這裡 HART這邊前面 也是圍了起來 右邊這裡也是 這邊也可以圍一下 但不管怎麼圍 這個 耗費成本 可能會比HERA還要更大一些 所以HART這邊防守 左邊這半邊 要怎麼防守 是個重點 接下來看一下 兩邊封劍師帶 HERA這邊是封劍師帶 1分半左右時間 升級好了 HART這邊也是要升到了 封劍師帶 那兩邊都是打個18P 但這邊有個差距 HART這裡是沒有投資 不的 HERA這邊是村民裸奔 不穿衣服 這個是不織布 然後到封劍師帶 先敲馬就再升 這個織布技術 這個優勢呢 就可以讓自己 可以第一時間 升到封劍師帶 即使兩邊都是18P 升封劍師帶 移上去 點織布 自己就可以先下馬就 但是HERA這邊 並沒有馬上下馬就 而是先選擇了 異農螢幕的投資 開農打法 HERA這邊也是 也做一些改變 以前的他 他都會覺得說 點這個異農 會浪費自己的肉馬的慘能 但這一把 他並沒有打算要打肉馬 他是選擇槍兵前壓 騷擾而已 哇 結果肉馬直接被戳掉 HERA這邊一個失誤 送掉了自己的肉馬 可憐了 右邊是稍微小微 結果HERA也選擇了一個 比較大的長尾 可能右邊沒有探明了 我們這邊是上帝視角 我們來看一下HERA的視角都知道了 他的視角果然是沒有看到 右半邊這個部分 所以他並沒有直接往右尾到底 不然他這些長度 是可以直接圍到底的 而且可以擁有我的面積更廣 好 兩邊都是一個小微 超級小微的那種 好 都走開農路線 連HART這邊也是 馬就敲了 但是並沒有出兵 好 選擇了一個防守為死 那HERA這邊現在其實過得很舒服 待會可以補個射箭場 好 防一下對方的弓兵 壓制 但是現在HERA也沒有自己的 赤頭的關係 只能用槍兵去偵查 那偵查的一圈 並沒有看到射箭場 所以這邊偵查做得還不錯 這就是細節 你直接選什麼 比我們做的細節 比看比賽的時候還要再更多一點 他們的偵查 跟一些觀念判斷 都是可以值得去研究一下 為什麼他們會做出這樣的舉動 然後還不怕對方的騷擾 其實他們都是偵查 做到非常到位的關係 所以並不是他沒偵查 或是只是想要開農 他們能農的時候就會農 不能農的時候就會開始轉兵 所以這個就是 直接選手們不太容易被一波 或兇死或打死的原因 就是因為偵查做得很不錯 這邊又有個細節 槍兵放到城鎮中心裡面 可以稍微回血 再把它放出來 戳了一下結果還是走進來了 這裡沒有及時敲下城門 肉馬流進來有點麻煩了 這邊還可以做個應接 當然可以拉個村門過來修理一下 應該是沒有問題 正面城門還是要維好 這隻肉馬應該是沒得出去了 但這裡也不能搜村去射這隻肉馬 如果是新手的話 就是想要搜村然後射肉馬 但只要一搜村 經濟就會差 所以盡可能的不要去搜村打肉馬 稍微用村民去扁一下 或是出一隻肉馬去追他就行了 好 這個槍兵 一直在說 槍兵算了是不是有點多啊 這邊槍兵怪啦 斯拉夫人這邊升城堡 實在可能要直接升重光場槍兵了 好 那赫拉這邊一上城堡塞 先下了一個修道院 開始轉騎兵路線了 好 哈特轉出了重裝長槍兵 那斯拉夫人他有免費的軟甲技術 跟攻擊技術 所以出民兵系的時候會比較划算 但是軟甲跟攻擊技術 都是民兵系才吃得到的 所以重裝長槍兵升上去的優勢 可能就只有種田 效率很快 可以產更多的槍兵出來而已 好 那赫拉這邊是選擇的騎兵路線 我覺得有點尷尬 但如果他不走騎兵路線的話 現在要走駱駝兵 還需要石頭才可以產生出來 那現在這個情況對於伯伯仁相當不利 伯伯仁這裡也沒有打算轉攻兵嗎 轉攻兵其實不錯的 這麼多槍兵轉攻兵 欸 出事 兩村被拿下 ERROR已經被拿掉三村 正面直接硬扛 重裝長槍兵的傷害 好痛 好把這隻聖女給救出來 然後著想 有機會嗎 好沒有被著想掉 右車這個位置已經被控住了 投石車來了 黃金只能到左側挖 正面的位置還有一塊石頭 看起來伯伯仁HERROR 沒有把這邊大圍喔 確實是一個很大問題 但是沒有辦法 這個我們是上帝視角 HERROR這邊被控之後 家裡也要趕快出投石車反擊喔 這些槍兵也可以透過奴炮 這邊就要期待 斯拉夫人沒有點救贖思想 只要對方不點救贖思想 投石車就可以做到一個很好的防守效果 好 正面騎士 不管 我就是要往前 你逼滴我家 我也逼滴你家 這一波我溜進來 家裡囤了一堆槍兵 但家裡聖女修道院才剛補下而已 但家裡的壓力有點大 把戰場直接開到對方家裡 這個打法非常漂亮 HERROR這邊拿到了一村 OK 兩村拿下 殘血的騎士趕快拉回來 讓聖女乃一下 好 後面的僧侶出來了 上去追 但是人脈為患 僧侶差一點被擊殺 還好放雷村出來 這個騎士又殘血了 OK 這邊再出來 兩隻騎士上去 會被招響掉 然後可以再收僧侶 HERROR這一波有點小虧 但是HART這裡的投石車也不可能回家 這裡可能要繼續 好 這邊騎士要上了嗎 招響招響招響 有有有 HERROR這邊即死也拉回 試探一下之後發現還是沒有辦法 找到機會 好 兩邊前期打得很兇啊 很老實在 兩邊都是有對方 客製對方的方法 好 投石車出來了 斯拉夫人現在沒有足夠多的黃金 可以去補下救出思想 我們把自己的槍兵給砸死了 好 這一波上來 槍兵直接出來 肉馬上去砍生女 生女沒有被砍死 正面的重裝長槍兵 最後是沒有辦法 擊掉這一坨的槍兵 好 招響了三隻槍兵的關係 三隻槍兵擋住了非常多的傷害 好 生女隊繼續補過來 繼續補血 就是一個變成前線野戰醫院了 到處補血啊 這些騎士一直奶一直奶 家裡只能靠生女 稍微一直一直的招響 才有可能打得回來 好 還是要先把這個均勻給解決掉呢 現在家裡的問題暫時安定了 對方沒有再繼續猛攻 一台投石車而已 但是對方的生女還是很麻煩喔 一直招響一直爽 但是Hara這邊也是招響 把自己的騎士給招了回來 又抓掉了一村 好 這裡村也要拿下 兩邊都是死傷五村 但是HART是雙TC開農的關係 村民處還是領先Hara 十隻村民 好 這三隻騎士直接要A到底了 沒有打算要空回來了嗎 好 後方的三隻生女 數量越來越多 好 這邊開始打破 這裡挖金礦村民 要是Hara有上去看到的話 但是這邊看到的是牧區的村民 牧區的村民也是大難零頭咯 好 怎麼辦啊 這邊這隻騎士應該是能被招響 誒 這是卡住了嗎 端不動了 好 騎士被招響 誒 為什麼這隻騎士被卡在了伐木場跟 房子裡面啊 好 Hara這邊沒有單位可以招響 直接招了村民 你的村民就是我的村民 我的村民還是我的村民 好 家裡也補了一個拖駛車 結果拖駛車沒有碰好 被對方高打D給換掉了 家裡拖駛車被引出去有點尷尬 這一波可能騎士要上了嗎 好 這一波要騎 先打拖駛車 不對吧 真屢先扁 完蛋了 Hara這一波打錯了 三隻騎士被招爛 騎士直接損失五隻 這個 沒有啦 怪怪的 這裡一定要先打森駛喔 森駛打完再打拖駛車 打完就可以閃人了 結果森駛沒有先打 造成直接 被對方的槍兵給戳爛了 而且森駛也成功招響了三隻騎士 好 這邊自敵森駛 現在兩邊都可以招響敵方森駛 那伯伯仁的森駛後期比較尷尬是沒有印刷技術 但前期還是可以稍微防下生頭的 或者招響對方的森駛都是比較OK的 那比較害怕的是他沒有神聖思想 所以遇到森駛時招響成功率可能不會比其他文明還要高 一發投死車就倒了 不太可能會扛住一發投死車的傷害 那接下來看到Hara點下落馬跟靈鎧甲 起兵科技慢慢補上了 好 現在騎士數量六隻到後面 要來前後包夾了嗎 結果投死車直接用騎士點下 但是自己的村民也被換掉了一隻 兩邊的經濟現在是同步了 一萬六千八 一萬六千八 兩邊都是一萬六千八 這個資源量非常的類似 但是村民數優勢的還是Hara 村民數已經來到了七十一村 非常可怕 好 兩邊前期打得非常的 精彩 有來有往 Hara也沒有第一次點被打倒 但這邊誰轉七七拼誰就有優勢 這邊僧侶數量真的多了 結果自己的僧侶被招 這裡可以回頭直接招騎士 沒有問題 好 僧侶走掉一發投車 回頭招下僧侶 欸 騎士招 騎士斷招降 所以上方的騎士無雙 砍掉兩隻僧侶 投車再一發打死了Hara的 僧侶 但是現在 目前局面看起來對Hart來說非常不利 雖然青騎兵跟騎士數量有點多 好 右邊這隻僧侶 來不及 招降了 Hara這一波解得非常漂亮 哇 又抓了一村 離死之前 再抓個兩村 不虧 OK 這台投車車賺了 現在經濟層面來說 Hart比較厲害 但是Hara用軍事單位喔 直接控爛了 Hart的 這個肉碼可能被招掉了 完蛋 我就知道 兩隻肉碼被招掉 新騎兵還在砍僧侶 砍得有點開心啊 這裡 勝旅都全部進入了招降時間 又要再死幾隻勝旅了 完蛋 勝旅被砍到只剩下兩隻 Holy shit 完蛋 最後只剩下一隻勝旅活了下來 最後一隻也倒了 哇 Hart這一波 炸裂 本來看起來自己有優勢 現在優勢好像沒了 這一波 Hara軍事慢慢打了回去 但是依舊沒有轉攻兵喔 反正就是用騎兵 正面硬扛 斯拉夫的槍兵 這樣打久真的不會輸嗎 感覺還是有點虧的 好 現在戰損看起來 Hara還是有點吃力的 但還好 波波人本身天生移動速度的加成 資源量也不會輸太多 這邊稍微照一下騎士 追對手 洛馬大匯過來補下血 正面的槍兵怎麼再戳村民呢 還不射箭 好 射掉 機器兵過來 招了一隻村民 哎呀 村民最後被招強掉 好 中間要來蓋寶了 Hart第一根城堡 斯拉夫人他的銀貫科技呢 是擁有螺絲堡壘的 這個螺絲堡壘呢 可以讓這個城堡的石頭驟駕 一部份的石頭變成木頭 他這個木頭消耗量在城堡時代初期了 中期的時候也是消耗蠻大的 但是也可以打出連環寶 也算是一個不錯的寶吹文明 那現在Hara這邊點下帝王時代 摸摸就點下帝王了 38片填 哇 他填的 哇 下面還有TC 3TC開農了 還以為他是雙TC去農 然後他怎麼經濟這麼好 OK 那Hart這邊平總點下 平總點下之後 還是要走騎兵路線 當然跟伯伯打騎兵路線會有點... 微妙 可能還是要走大洛馬配槍兵路線 會比較好 但這個搭配組合是很害怕陸陀工兵的 所以如果Hara有機會轉出陸陀工兵的話 斯拉夫人會很難受 不然是要出貴毒鐵型或是大洛馬槍兵 都很容易被克制住 後期的部分可能還是要靠自己的戰毛兵 或者是用重頭 弩炮 去做反擊會比較好 OK 那現在洛馬公兵 還沒有辦法量產出來 現在勝率戰又突然開打起來 這裡直接收村 先起兵上去 硬吃 後面的勝率 勝率可以全部打擊掉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要先拉走 後面騎士開打一下 結果槍兵直接回頭一戳 戳掉了一些騎士 正面的城堂中心開始輸出 點掉了非常多的槍兵 右邊的城堡終於蓋好 這個城堡蓋好之後 可以控制住這兩個建築物 右邊的墓區也可以安泰 這根城堡讓我有點意外 居然是插在這個位置 而不是正面的城堡位置 這邊如果有一根城堡的話 才可以守住自己的石頭 跟主經的位置 第一根城堡插在右邊 你第二根城堡出來的時候 可能又會很難出了 因為石頭部分已經被前面控制住了 你右邊這個石頭不控好的話 第二根城堡是很難出來的 結果哈特這邊開始打出自己的連環堡了 但是他好像沒有點下銀罐技術 羅斯堡壘的關係 這根堡也是650石頭 Hera這邊點下二級色 現在兩邊都準備到帝王 先升帝王的Hera 駱駝公兵開始量產起來了 駱駝公兵他是同等於 蒙古圖祭的可怕存在 雖然我覺得蒙圖可能還是更強 但是蒙圖遇到伯伯的駱駝公兵死 駱駝公兵往往還是有優勢的 好 這裡也要小心 好 現在伯伯人 手推車點下 斯拉夫人點下了 護衛技術以及射帝王十代 後面的騎士招搶 駱駝公兵稍微防守 剪掉騎士 哎呀 這個騎士糟了 好 這個生女要不要剪一下生物呢 右邊這個生物趕快剪一下 好 石頭回去開採了 結果Hot並沒有深入這個地區 反正是在正面的地方 碰住了複石跟複金 但這個複金好像是他自己的 所以這個只是暫時守住 好 石頭部分直接開採野外的野石 Era這邊還是很注重 自己的石頭來源區的 沒有想到Hot並沒有繼續往前推進 這跟城堡就好像沒差了 OK 那這邊可以補一城堡 高地堡 可以開始對頭 後方有點多線進攻喔 洛馬開始騷擾 右邊這裡也是 跟槍兵都有追上 騎士死的死 倒的倒 洛馬這邊追到了非常多的村民 兩邊村民術開始持平 103對104 兩邊村民術差不多 支援量看起來兩邊也是差不多的 斯拉夫的農田效率喔 看起來沒有到非常有優勢 最近伯伯仁的移動速度是真的快阿 好 彈道群也好了 拇指團也好了 駱駝公兵成形 真的很難受 又拖抓了一村 再一村 哇 Kera這邊細節打得很漂亮 這裡又插了一根城堡 羅斯堡壘還是沒點下 第三根城堡 也是650石頭 好 那現在補下了化學之後 伯伯仁本身喔 他也是有火炮的文明喔 所以斯拉夫人要攻城器 去反制對方的駱駝公兵 還是需要問過伯伯仁的火炮的 而且他還是擁有工程工程師的火炮 所以射程會很遠 這坨蓋寶的村民可能回不去了 再一發 全部收掉 好 這個城堡蓋到61% 現在情況對於Hero來說還是具有優勢的 但是他現在進戰單位都沒有了 全部是狂產駱駝公兵 呃 公兵開架 要趕快補下才行喔 這邊可能是想要存點資源 點一下金銳駱駝公兵的升級 所以並沒有去馬上提升其他東西的樣子 但要提升金銳駱駝公兵需要大量資源喔 現在是很難點下了 好 還是先去找想一下 好 這兩隻僧侶要被找走了 簡單 兩隻僧侶直接叛變 僧侶想要回頭一招 但是被城堡蓋給射掉 僧侶死去 槍兵過來戳掉漏馬 現在漏馬這一波駱駝公兵 直接殺到中間位置 踏成這一波 尷尬了 只有槍兵怎麼打駱駝公兵呢 好 槍兵現在被駱駝公兵 只是被擋成標靶在亂射而已 這一坨 駱駝公兵即殺掉了非常多的單位 殺了十九孫 阿特家裡經濟開始炸裂 但是巨型扣斯基也慢慢攻城了 雖然自己有攻城的優勢 但是斯阿富人對於這些駱駝公兵 暫時沒皮條啊 好 槍兵要夠多操盆出的到 好 開戳 中午戳到了 路駱駝公兵要開始拉打 操作怪要出現了嗎 好 巨型扣斯基 開拆 後面的單位 中午追上 又戳到了 哇 戳掉了一些路駱駝公兵 還不錯 戳掉了戳掉了 最後還是戳掉了這一些的槍兵了 路駱駝公兵現在數量來到了十四隻 大陸馬也提升上去了 朵博人定我們是在馬舊單位都是八折優惠 陸馬一隻只要六十四塊錢 非常便宜啊 OK 現在局面對於斯阿富人來說是比較有優勢一點的嗎 這邊路駱駝公兵還沒有完全成型 斯阿富人這邊只要轉出大衝車 路駱駝公兵的傷害就會被衝車給吸引走 自己就有機會出到這一艘路駱駝公兵 或者是自己轉戰毛兵 開始用衝車的掩護 加上這些槍兵 然後用戰毛去一隻一隻點掉路駱駝公兵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Hera這邊直接投掉這根城堡 斯阿富人並沒有回收城堡成功的樣子 資源直接回到了一百零二十頭 Hera這邊直接轉一百六 六百五十十頭 左邊蓋了兩棟城堡 Hera這邊有個細節值得要講 他把所有城堡都放在家裡後方的資源點 這就意味著 Hat要攻擊自己的城堡相當不容易 也不太容易城堡會被拆掉的情況 這樣讓Hera這邊的薄薄人 可以讓他更快產出大量的薄薄的駱駝公兵 這算是要打寶兵的一個細節 這邊不是每一場 你的城堡都一定要往前蓋 有時候放在家裡防守 然後讓對方城堡不要往過來蓋 然後自己的駱駝公兵 寶兵單位就可以很穩定的生產出來 Hat這邊開始建築萬里長城 但是右邊有個洞 這邊達羅馬往前衝 但是被槍兵戳到頭破血流 Hat這一波熟得還不錯 現在的局面 薄薄人終於點下駱駝公兵升級 終於要變成完全體了 結果公兵鎧甲還沒有點完 但是這邊要先升大洛馬會比較好 大洛馬升級完三攻之後 打村民才需要四刀 不然現在大洛馬沒有三攻 打村民還是要五刀 這個騷擾效率並不是那麼的好 駱駝公兵上前 但是槍兵數量真的有點多 OK 斯拉夫人轉出了頭車 走槍頭路線嗎 把自己當賽爾特人打 也可以 團戰的斯拉夫人 最適合打槍兵頭車巨頭 還有衝車路線 這個打法確實很適合打Hera這邊組成 但是我們剛剛有講到有火炮的話就沒有問題 所以現在火炮一出來 怕得有點退縮 沒有打算要繼續往前 但大衝車一出來可以適應到非常多的駱駝公兵的傷害 好 但是有大洛馬 洛馬趕快去打一下 燈寶中間補下一個新的 點下了圍牆科技 燈寶的錢可以再上升一些 大衝車怎麼開始在頂呢 好 趕快 彈弓點下 但是現在 Hera 黃金不太夠 黃金庫存不是很穩定 多頭弓兵太花錢 精銳版本 攻擊力84 12點傷害 和蒙古圖技傷害是一樣的 但是他的傷害對馬弓 是很痛的 加6點傷害 好 這一坨駱駝公兵 就把斯阿富人給逼退了 現在大衝車 趕快按 斯阿富人點下金冠 王家4重 好 三公公點下 現在Hera 要用洛馬 嘗試逼第一才行 好 這個城堡拿下 待會可以再繼續開採石拓 好 左側有一波小小騷擾 但問題不大 就有彈道學的城堡鎖住 好 側面的衝車 開始往前推進 Hera這邊 三公還有20秒 火炮現在努力的 要趕快解掉這些衝車才行 沒有預判的話 火炮基本上是打不到在移動中的衝車的 好 最後這些洛馬 抓到了挖礦的村民 Hera這邊開始往左開 喔呦 這裡看到一堆採礦的資源 Hera這邊要是可以把這裡給空下來 很賺阿 他怎麼城堡直接開在空地 而不是開在這裡 反正屢於中心的戰場太近了 他不想要把城堡放太近了 所以想要控支援點 OK 這一頭洛鎖空兵真的太麻煩了 槍兵真的是被打到頭破血流 Hera這邊的資源量 開始有點出現了落後 已經輸了大約快要8000多的資源 後面大洛馬直接撞到槍兵臉上 這頭洛鎖空兵還在持續輸出 大家衝車的數量越來越多 Hera這波要擋住的話 火炮的數量至少來到4-5台 超可能一發一台衝車 而且要瘋狂預判衝車的路徑才行 好 大槍兵直接上去戳 戳掉了一些洛鎖空兵還有一些大洛馬 但主要死的還是大洛馬 這一波衝車給的壓力很大 Hera這邊有更多洛馬 趕快解 好 洛鎖空兵趕快點槍兵就行 這裡槍兵要趕快點掉 自己還是要手動控一下洛鎖空兵 直接點槍兵就行 接下來洛馬 趕快去點衝車火炮 搞定 收掉 這一波斯拉夫人 衝刺這一波有點慘烈 別想到衝車數量這麼多還是被擋下來了 火炮加上洛馬直接解掉 大家有會說伯伯不是怕衝車嗎 其實伯伯不是怕衝車喔 他只是比較害怕衝車吸引駱鎖空兵的傷害 只要你有搭配駱鎖或是洛馬去解衝車還有火炮 基本上是不太害怕這些問題的 並不是駱鎖空兵怕衝車 而是駱鎖空兵 沒有配兵阿 洛鎖空兵單純吃的話還是太容易被解掉了 這邊直接硬扛 但是大槍兵直接搓爛 王家師同傷害非常的優秀 這邊的洛馬直接蒸發了 這波蒸發 讓伯伯仁現在有點尷尬 這邊有點扛不太住 洛馬要再繼續按 現在這個局面對於伯伯仁來說 要怎麼推進呢 其實就是把對方耗死就行了 洛馬繼續砍 然後駱鎖空兵繼續穩定起來 野外部分嘗試打BD可能就有機會了 而且現在自己有火炮的優勢 基本上工程應該不是有太大問題 但左邊這兩礦區面阿 算還是有點小傷的喔 這邊要不要殘血馬就在這邊呢 去偷一下挖礦村民 好火炮已經來到了六台 ok有六台左右的話 基本上衝車來 想打誰就打誰 但是哈瑟這邊又在囤了一波大量槍兵 好火炮預判 沒有預判成功 但是衝車還是血量慘掉了 火炮再次打了歪 又打了一炮 順利的收掉衝車 好火炮再來 去打個一炮 能夠拿下來嗎 好火柏人終於拿下這根城堡 火炮推進 駱駝弓兵 數量來到了21隻 柏柏人起死喔 他也可以轉一些槍兵出來擋 雖然只有重裝長槍兵 但是他也是三攻三防 如果真的只是要彈住正面的話 轉重裝長槍兵 柏柏人也是有這種打法 但是肉馬還是比較便宜 而且不需要轉兵 所以直接用肉馬扛正面 是比較直觀 而且好去應付其他狀況的配兵打法 所以大家一定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一直出這個肉馬 最主要是因為他的肉馬便宜 所以真的跟大槍兵對撞 其實也不是到非常的無虧 因為畢竟後面還有火炮跟火槍 可以去跟對方換 好 當然對手斯拉夫人也轉出了肉馬 開始到處逼滴 但正面部分 斯拉夫人快要擋不住 火炮繼續推進 Era的弓兵繼續往前 好 火炮趕快先打衝車 衝車殘血剩81滴 再開一炮 好 直接收下 好 火炮這邊稍微控一下 開始把這些菌營給拆掉 把圍劍拆一拆 斯拉夫人就要補更多菌營才能 維持產能 那他的產能 耗費到一堆木頭去採 蓋菌營的話 自己的槍兵使用就會少 Era這邊只要打到這些產的時候 就可以十拿九穩了 好 Era這邊 黃金跟石頭已經放棄沒有開採 給對方採 專心打正面了 六台火炮 高打第一 剩了13滴 後面補產能 這裡補菌營 就變成槍兵數量變少 槍兵數量變少 也沒那麼多木頭 資源量開始有點追不上了 本來想要用大量槍兵淹死 而且Era的HART看起來是沒有辦法淹死 這位年輕的世界冠軍了 左邊的大落馬抓到了一堆挖礦村民 隨便 Era直接痛擊了HART左邊的經濟 雖然有這根城堡 但看起來還是有點難扛了 正面的軍營已經沒有辦法很好成型 只剩下四個軍營 HART這邊恭喜了 Era 拿到比賽勝利 主塔下一把比賽會勝利 這個GL next time 祝你好運下一把 我們來看一下 HART這邊的支援量 這個支援量來到了4萬2 15,46,000 黃金13,000 領先了1000塊黃金 那他的黃金是2生物 那史達夫人是3生物 那我覺得HART這邊打的最漂亮的地方 是肉馬一直出 也沒有轉重裝長槍兵 因為大家會覺得說 轉這個重裝長槍兵會比較好 畢竟兩邊都是槍兵屬性 而且槍兵跟疾病的 那個血量只差5D血 而且有三攻三防的情況下 那確實是出槍兵也是不錯的 但是你只要肉頭工兵一多的話 而且你出大肉馬 你隨時也可以去對方家裡燒了 而且機動性打衝車也比較OK的 所以我是覺得打肉馬配肉頭工兵 還是比打槍兵還要好 畢竟衝車這個單位 還是用肉馬去解會比較快 槍兵打衝車是要打很久的 那火爆呢 數量只要來到4到5台 就可以秒殺一台衝車的關係 所以這個後期衝車策略 就會對HERA變得毫無作用之力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不要超級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